第一批创业新穷人要诞生了 7月份后他们将抱团取脑 抱团返贫 他们开店的速度曾有多疯狂 上半年全国开了202.2万家餐饮店 基本是2019年全年的开店总数 广州有一条街 去年一半商铺都是空的 今年全开满了 光是猪脚饭就三家 严重功过于求 租金随着开店热潮水涨船高 中置研究院数据表明 上半年商铺租金只跌转涨 深圳东门和成都新南天地的涨幅最大 从个例来看涨幅更加明显 红餐网报道 成都热门店铺租金甚至涨了50% 长沙去年一万的商铺 今年涨到一万五 大家还抢着药 无意消费小高峰过后 老板们发现 报复性消费终究还是没到来 等来的可能是恐怖的报复性关店 餐饮行业有一个著名的三月魔咒 95%的商家撑完三个月 资金耗尽 入不复出 只好无奈关店 而7月份就是关店潮的分水里 上半年消失的餐厅 曾一个比一个转 曾花一个亿在海岸城开店的 全球最大蛋糕店昂斯 每月租金200万 也在上半年就宣布停业 有网友评论 一个亿足够建设一公里高铁 也足够让宁德时代 在上海开新的分公司 连这么敢花钱的深圳人 也撑不起这么高端的消费呢 深度分析关店潮的原因 是我们已经进入 后现代消费主义时代 年轻百里的理性消费 取代了超前消费 纷纷去闲鱼 拼多多少平地商品 从上半年数据可看出 高端餐饮消费额下滑 但是餐饮馆子却逆势上涨 餐饮领域进入价格战时代 优胜劣汰 倒逼餐饮提高供应链效率 以及运营效率 这批创业失败的老板 将呈现K型走势 少数富二代亏的喜无所谓 老爸再给一笔钱 身价反而恐龙抗狼一样 逼逼逼往上涨 但大量白领创业者 就没那么幸运 他们本金丢了 还道歉银行和亲友的钱 低欲望主义将在这个群体 展现的淋漓尽致 跟后现代消费主义的 年轻白领一样 在生活方方面面 想方设法省省省 这个新的群体 必然会产生新的创业需求 一个知道 当初无印良品和优衣库 在日本诞生的时候 走的就是去品牌化的 超低价路线 迎合了低欲望群体的需求 才一夜崛起 只是后来引入 我们这里后反而变贵了 按反脆弱的理论 这群创业心穷人士 真的勇士 他们为后来的创业者试错 将成全更成功的餐饮老板 也给自己 积攒了经验和技能 他们将观察 新型伪中产群体的需求 继续存钱 酝酿着下一次的创业崛起 逆风翻盘 真心奉创大家 现在有班上就好好上班 不要三天两头请假 大家好 我是九龄晨曦 这里是湖北的武汉 不知道大家发信没有 经理市场行情很反常 看似一片繁华 可很多企业却在财源 降薪 招聘网上统一岗位 去年标出来的薪资是 八千到一万五 今年却只有五千到一万 工作比疫情基金还难找 今天一朋友给我讲了他的事 我感触蛮多的 所以我现在觉得 现在只要有班上就好好上 不要三天两头请假 也不要动不动就跳槽 管他工资是三千还是五千 心干者在说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触呢 对幸福生活比较向往的朋友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记得帮忙给这个视频顶个赞 谢谢 我这个朋友呢 有着十多年的工作经营 之前的话呢 是在一家公司做采购主管的 因为一些事情的话呢 林晴就辞职了 他本来的想法是 你好工作机会很多 自己又有工作经营 肯定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的 可是现在多多转转过去五个月了 他每天投十几份几例 几乎都是石沉大海 偶尔有密室的 结果不是他看不上别人 就是别人看不上他的 最近好不容易呢 密室成功了一家公司了 可是呢 这工资只有六千多块钱 他觉得跟自己原来的工资 漏差太大了 又没有去上班 最近又开始疯狂的投锦力了 好多朋友都说2023年是未来十年当中最好的一年 也就说越往后面的话呢越难 我们都知道这一年尽管放开了 人们的生活呢也恢复了正常了 但是呢经济方面它是一直没有恢复 现在走在大街马路上 到处都是看到实体地转让招租关门的 最近有一个朋友说了很经典的一句话 马路上大街上逛街的人越来越多 证明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同时也是意味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都说经理工作不好找 所以有班上就好好上着 这里是广西南陵福建原站 这里这个是麦田里地铁商业街 我们看一下 真的现在的商业街太多太多了 看这些铺面都关门完了 那是我刚开的就挺热的 现在基本上已经凉完了 难搞啊 一个开的都没有了 一个开的都没有了 怎么办 就叫做生意 难啊 每一个开了 那这个地铁商业街一出来就是平西夜市了 那这个地铁商业街一出来就是平西夜市了 分流严重 没办法 适者生存了 只有基于强大才能救下去 7月下旬了 大家苦苦等的史诗级旧市差不多泡汤了 其实进入6月份以来各种旧市的舆论就不绝于傲 可以说楼市上演了一场错终复杂的公斗剧 博弈的声音一直在不断的拉扯 而大家争论的焦点就是到底要不要救楼市 很多楼市大V纷纷出来说话了 像财经专家吴小波的 只有救楼市才能救内需一文 而专家董潘、马光源也马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董教授呢紧急呼吁了 关于救楼市、救经济的14条建议 这种优楼市之优的境界 那对房地产的感情可能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而彭博社也预测了要出一揽子的救市方案 还有高盛的L型复苏也是给楼市泼上了一盆冷水 虽然上个月的LPR下降了10个基点 但是这也就是意识一下的意识 没有特别紧迫的旧事感觉 而上半年的土派成绩那也出来了 各地的土地财政收入压力非常大 财政转型如何实现? 楼市还会作为尿壶拿出来杀一抛解渴吗? 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大家好,我是谢辉 7月份的几个消息已经暗示了财政收入那正在转型中 一个是住建部在加快研究住房养老金制度 一个是遗产税的预告出台 房地产税的放风 还有一个则是国有银行正在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超长期贷款 每个消息单独看来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连在一起看会发现这几个那都是准备去代替地方财政收入的方式 因为过往为什么房地产能够绑定经济呢?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派绑定了地方财政 失去土派就是失去地方的收入 所以地方一定要保住楼市保住房地产 但是现在正在尝试摆脱它 因为各地的体制内收入已经在降薪了 这是转型前必须经历的痛苦 现在的楼市已经就不动体制内的工资提高了 大家可能都清楚咱们地方的财政来源主要就是公共预算收入 和政府性经济预算两方面 而咱们或者企业交的各种税就属于公共性的预算收入 纳税光荣就是这么来的 而卖地的收入就是政府基金预算 这两块蛋糕在过去都跟楼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因为卖地会产生直接收入 卖地后建好的房子又会产生各种税收收入 所以一旦这块的收入减少 对地方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 而体制内的工资又不能去少掉 现在所以很多财政入不付出的城市或者县城 体制内的工资那都是靠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去维持的 根据今年中央财政预算 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预算总数为10万0625亿元 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6% 还首次突破了10万亿的大关 而从2020年开始 在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 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占比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 而在去年各省份的财政自取率只有48.4% 比2021年下降了4.3个百分点 比最高时的2014年甚至下降了10.3个百分点 那其中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的财政自取率排在前四位 而西藏、青海、吉林、甘肃、黑龙江则位列倒数前五位 所以大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很多地方现在无法依赖土地收入的情况下 开始转而越来越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了 而中央的钱也是靠相对富裕的省份上缴税收得来的 如果像沿海的经济也无法撑起中央的这个收入的话 那后续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钱能够去转移支付了 如何全和央地财政收支 让地方自主地去提高财政收入 是摆在眼前非常紧迫的事情 因为犯来生守的习惯养成的话 后面就比较难改正了 所以之前讲到的包括住房养老金制度、遗产税甚至是房地产税等 都是在为地方创造新的收入铺垫好政策 当然这些只能作为辅助性的收入 真正的可持续的收入 还是需要地方的经济重新振作起来 而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民营经济 这两天高层也在不断的发文件 大力鼓励民营企业 激活民营资本 把民营经济提升到了生力军的地位 其实从马云回国大家就可以看出一丝端倪 这是民营经济的代表 他的回来必来预告着利好 像淘宝这几年的没落 跟咱们民营经济的下滑非常的吻合 连巨头都无法高速发展甚至下滑了 底下的个体户还拿什么去玩呢 那不就选择注销、营业执照 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所以说就看后面给民营经济多少糖了 因为让别人关门很容易 但是要让别人重新开张营业 没有一定的时间和红利是很难见效的 因为就拿就业端来说 现在的大学生甚至是高中生 都在一门新式的想进体制内 进不去的话那就死科考试 学历低一点的宁愿去送外卖 也不愿意去进工厂 不是怕虎怕累 而是怕没有自由跟时间 上班倒的状态 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太能接受了 所以现在来看高层的决心还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不会去史诗级的旧楼市了 而像年初就定调要精简编制 而被开刀的就是编外人员 像哈宾也在年初率先打响了第一枪 但是对于编制内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调整 体制内依然是汗烙饱收 就这一点民企就无法去企计 当然现在也有不少地方体制内也开始降薪了 但是这些自救措施 对于大幅度下降的财政收入而言 那只能是杯水测薪的 而地方债务的压力也是一直在用时间去换空间 因为可以新债还旧债 但是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看看恒大最新发的财报 那一共欠下了2.5万亿的债务 而各个地方的债务到底有多少呢 没有人能说得清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想要再依靠楼市这个尿壶 已经救不动体制内的这些人的工资了 现在是先富的城市 再救收入不足的城市 目的还是大家一起奔向共同富裕 起来 起来 快点